大S和汪小菲的恩恩怨怨已经在网络上争论了半年多 上个月底他们彻底的撕破脸再次朝上热搜 汪小菲更是扬言要夺回孩子的抚养权 双方陷入僵局 汪小菲妈妈张兰护子亲切火力大开 在直播平台上吐槽大S全家 一副再也不相往来的姿态 甚至还质疑小S的立场问题 算是彻底的把他们家给得罪了 事情闹成这样基本上是已经无法回头了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4月7号这天他们居然私下和解了 不仅如此大S还带着儿子跟前婆婆庆祝生日 发布了一段笔心的视频 当时正在直播中的张兰一直低头看手机 露出一脸和蔼的笑容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小林林亚 随后张兰把手机页面给大家看 证实孙子汪希林拍摄的庆生视频 在视频中我们看到了汪希林的镜照 只见她穿着深色的长袖 跪在地上给奶奶比亲 用十分稚嫩的语气说 生日快乐 我爱你 火碎的汪希林已经出现帅气 皮肤白皙 容貌清秀 脸上肉嘟嘟的 虎官神似爸爸汪小飞 看上去可爱极了 视频中我们还听到大S的声音 她询问汪希林 这比的是什么呀 给奶奶比的是什么呀 汪希林回答称 爱惜 这句简单的对话中信息量巨大 大S对张兰的称呼是奶奶 可见她并没有完全否认 孩子们和张兰的关系 也没有阻止孩子和汪小飞一家联系 从之前的户对冷战 到现在已经开始破冰了 在一旁的大S还教儿子比亲给奶奶 这画面果然是很温馨 张兰自己言语中 也是充满了骄傲和喜悦 想必得到了孙儿的祝福 张兰自己也是相当的开心 画面中的汪希林也是看见露面 如今看上去已经长大了不少 并且这五官和模样 也是越来越像爸爸汪小飞了 网友们都感叹 基因真的是太强大了 其实小时候的汪希林 就很像汪小飞 没想到如今五岁的汪希林 简直和汪小飞 就是副指粘贴的节奏 不少网友都说 张兰和大S不合 不过如今看到人家庆生的画面 就知道这一家人还是很温馨 很有爱的 也有不少网友夸奖 大S真的是教子有方 无论大人之间 有着怎么样的不愉快 都不要牵涉到孩子们 让孩子们和奶奶的关系 都一如既往的亲切 张兰自己也是十分地想念孙儿的 之前就在直播的时候说过 自己很想念孩子们 还在直播中晒出孙儿孙女的照片 可见张兰是真的思念孩子们 不过就像张兰自己说的 孩子们在台湾见一面不容易 自己也是没有办法 张兰之前表示自己暑假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孩子们了 但是近日徐妈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 暑假的时候也不一定会回去 因为要看疫情的情况 因为如果疫情比较严重 孩子们要隔离的时间就比较久 孩子们不能隔离太久的时间 如今虽然大S已经嫁给拒禁业了 但是似乎和张兰的关系 还是比较不错的 张兰也是对大S念念不忘 在直播中就说过 大S永远都是自己的儿媳 同时也是称呼大S为家人 还经常点赞网友们说 希望汪小飞和大S复合的言论 想必作为婆婆 这样的举动应该也是会感动了大S吧 张兰生日 获孙儿送祝福 大S交儿子给奶奶比心 五岁的汪西林 神似汪小飞 我们希望无论汪小飞和大S 以及张兰她们之间 是否有恩怨和纠结 都希望她们能够给孩子 最健康的理念和生活环境 大S妈妈也主动地向汪小飞示好 当记者提问更满意哪一个女婿时 她回答称 我有多爱我的外孙和外孙女 我就有多爱那个女婿 可见大S一家并不想真的和汪小飞闹翻 毕竟她们有两个孩子 这是怎么也无法扯断的血缘关系 如今大S和剧经业组成了新的小家 生活幸福美满 汪小飞这边绯闻不断 桃花运连连 两人基本是没有复合的可能了 大S新婚没有得到祝福不说 反而成为了一场大型的狗血剧 因为小S的棒打 将其跟汪小飞的关系进入僵局 本来是和平分手的 可是小S各种奇葩言论 在网络上大肆宣扬 彻底惹祸了汪小飞 导致两人撕破脸 而汪小飞更喊话说 将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一时间却将大S推向了深渊 面对如此局面 不管前夫是不是真话 而大S像是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网上流出疑似女方朋友圈截图 抱怨婚姻 声称像坐牢 还透露儿子很怕汪小飞 将汪小飞再次的推上风口浪尖 成为声讨的对象 从内容上来看 感觉在两人十年婚姻汇总 大S是受尽委屈跟误解的那方 而汪小飞才是罪魁祸首 能够选择离开 她是对的 从这点能看出 此时这种爆料 对大S是有利的 不免让人猜测 是为了孩子的抚养权 所以大S出手了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本以为大S跟汪小飞就此闹掰了 没想到转头 大S又主动地让儿子为张岚庆生 突然看不懂 她这是玩哪出了 难道是打一巴掌 给一个甜枣吗 我们都知道 张岚一直都是互肚子代表 现在大S主动示好 不就是在往枪口上撞爪骂吗 还是说另有目的呢 不过在4月7号 张岚生日这天 她在个人直播中 却晒出了孙子 给自己送生日祝福的视频 在直播过程中 有网友提议 想要看汪希林的照片 随后张岚便拿起手机 晒出一段视频 里面是大孙子汪希林 向其送生日祝福的 一段简短录像 视频中 汪希林口吻亲切地 向奶奶送上生日祝福 还不忘给奶奶说 我爱你 另外还做出首饰隔空笔心 可以看出祖孙两人还是格外的亲近的 4月7号 正在直播的张岚主动地晒出 孙子汪希林给自己庆生的视频 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 在视频中 仔细听就能发现 还有大S的声音 不明让人猜测 是她主动让儿子给奶奶庆生的 大S还主动地教儿子给奶奶比息 孩子非常的听话 一板一眼地跟着母亲的描述来给张岚送祝福 满里笑容地跪在地上 十分地有诚意 在大S的提示下 还用稚嫩声音 喊出生日快乐 我爱你的字眼 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 是大S在手把手地教儿子跟张岚比心 说我爱你的 对其的称呼是奶奶 由此可见 并没有否认孩子跟张岚的关系 也没有阻止孩子们 跟王小飞一家的联系 我们都知道上面提到的截图内容 还是张岚一直以来对大S的抱怨跟暗讽 大家都看在眼里 感觉大S跟王小飞离婚之后 张岚对这个媳妇有很多的埋怨跟嫌弃 名利案里都捧儿子踩大S 而大S现在为了孩子的抚养权 如果王小飞真要下手的话 令人肯定也会闹得不可开交 在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都搞不懂 大S为什么会放下嫌隙 主动地教儿子跟张岚庆生呢 对此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跟感受 有人觉得大S本来就不让孩子跟父亲住一起 怎么可能亲近呢 他压根没有做好为人妻的准备 现在把两个孩子抢身边就是实实在在的 北京也是为了孩子 所以才想缓和关系 更多的人觉得大S主动示好是有目的的 无非就是为了钱 毕竟张岚有钱 是为了继承财产 所以才会主动地搞好关系 为了财产也得先和好 以后都是大S两个孩子的 可以说网友说的从理论上都没有错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小九九 以及大S初衷 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孩子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他可能不是个好妻子 但却是个好妈妈 就算是为了孩子 他也不会真将关系弄将 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 不管将来如何护肚子 但爱孙子爱孙女是显而易见的 血缘是无法割舍的 不管大S跟王小菲关系如何 相信大S也不会让孩子 彻底地跟他们一家决裂 对奶奶好是她应该做的 这点大S做得还是很对的 跟王小菲虽然做不成夫妻 但依旧是孩子的父母 主动迈出这一步 也能够看出她想要缓和关系的想法 希望她能够好好劝诫下自己的好妹妹 别再当嚼屎棍了 没有了她 相信一切都好说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你们说是不是呢 而皮开斯人感情 他们还是孩子父母的身份 为了这一对子女 相信大S和汪小菲 都会做出一定的妥协 不会把事情闹太难看了 我可以做这一步的关键 我可以做一步的关键